臺灣在去年修正通過 煙害防具法 來禁止電子煙的販售 和使用等行為 結果昨天有民眾是在臺鐵車廂 看見有男子在抽電子煙 田務警察表示 會追查行為人的身份 喊請高雄市衛生局來開罰 男子正在吞雲吐霧 但仔細一看場景 竟是在臺鐵車廂內 三號臺鐵一般屏東潮州 往嘉義的區間車內 一名男子當眾抽起電子煙 被民眾拍下 鐵路警察當天未接貨通報 但強調去年三月修正通過的 煙害防治法 以全面禁止電子煙的販售 與使用等 抽電子煙可除 兩千到一萬元不等罰還 說電子煙爭議 在法定無煙的臺南關廟轉運站 民眾也募集駕駛員坐在車門口抽煙 我們都會跟司機宣導 然後跟他們教育說 這個公共場所禁止吸煙 平常客人也會在這邊吸嗎 平常客人要吸煙的話 我們會請他遠離這個站區 戰務人員致歉表示 公司會加強教育訓練 臺南市府也要求客運公司嚴格制止 事實上為了避免二手煙害臺鐵高鐵及無煙轉運站等 站區範圍內從大廳月臺到車內等都是全面禁煙 也提醒民眾勿因一時煙瘾而觸法傷身又傷荷包 記者陳煥與孟昭全高雄台南報導